我没把眼前的雪景拍摸 安静地在 大家好,我是今年歌大春晚的主持人程雪飞 也是歌大学联此次负责主持的主持所间 今年我们的主持有八位 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的,一个超强的阵容了 可以算一个主持天团 那么其中呢,我们也有科班出身的 像是张楚军是本来文大学新闻的 然后也是从CCTV里边有一些自己的主持经历 非常厉害 然后呢,黄福俊杰呢 也是我们从NYU起来的一位大咖的外员 他之前是浙江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 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主持经验 然后其他几位同学呢 也有来自Pred Institute的邓国营 然后包括我们歌大自产自销的五位主持 也都是才华和研制并存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各位好,我叫黄福俊杰 是这一次歌大春晚的主持人 今天提到歌大春晚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 就来美国之前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歌大的 然后他曾经参加过歌大春晚 然后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我是在电视台工作 所以朋友就特别强烈的推荐我 他说你如果到了纽约 一定要去参加一下歌大春晚 因为非常的专业 而且做得非常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歌大春晚的主持人之一 谢西鹏 然后我希望今天晚上表现得稍微好一些 不要太紧张 然后希望自己不要说错词 谢谢 试着一个新的操作 看,这里有两个野生的男主持 让我们不要吓到他们 不要惊动了 静静地观察他们的 哎呀,完了,被发现了 溜 这个是组织派我们来春雨的竹子 对,支持湘虹 对对对 这两位是我们下一个今天的新春雨 我已经在歌大的舞台上演出五年了 然后 还是没,还没红 对对,我也不秋红了 值得吐槽的有 可是太值得吐槽了 我们音乐组的节目 总监是姚晨伟姚老师 语言组的节目总监是叶志浦叶老师 他们两个人作为好兄弟 从11月份开始筹办各种节目开始 两个人嘻嘻哈哈 你闹我闹 就是在整个寒假没有做出任何的产品 或者是作品 然后一个人在玩游戏 一个人在外面玩 结果我们到1月份的时候 开学了才收到我们的乐谱 第一份乐谱 我当时整个寒假都以为这个节目已经消失了 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买过 就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所以就是感觉 一发总是来得突如其来 姚老师我要吐槽你 其实困难还是蛮多的啦 首先我们因为是没有很多音乐专业的学生嘛 所以第一个就是人员上的问题 那我们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春晚的Odition招募 但是其实没有给我们带了很多的音乐的演员 人才 所以很多都我们都会去向外去请一些比如说慢音的 还有一些从国内飞过来的像波尔兄弟于成天一他们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演员上的缺失 所以很大的问题这是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毕竟不是那种音乐学院 所以平时排练的时候会有一些场地的原因 像Learner Hall其实可以用的琴房也不多 而我们都是一些比较人比较多的音乐节目 所以对场地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这次幸好会有一些慢音的同学帮我们接教室 所以我们可以去慢音 就是用到他们专业的琴房去排练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吧 歌大春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是大吉 要来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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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歌大学联记者 歌大学联记者 歌大学联 歌大学联记者就是什么小记者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美琪 要不你自拍 各位好 我是摄影师美琪 像残火剧 每个人传你 美琪 因为我们的主持不会拍照 所以由我来拿相机 是吧 我觉得你可以的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摄影师 大家好 天剑 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这是我参加的第四个联合大联合 好的好的 这里还有一位 天称 哈喽哈喽 你那个比较好一点 我们的六边形战士 哈喽哈喽哈喽耶 六边形战士 说不住了 就是功能巨多万能 我觉得依琪现在是浑身装备显得她是一个最繁忙的专业摄影师 最富有的人 最专业的人 全场最富有 哈喽哈 来了好玩 哎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吃点东西 一会儿要check in 我来就开始干活了 他不还没开始吗 行吧 真的吗 吃点东西 要不一会儿check in的话 我们就没时间吃了 好 试试试试 这样 辛苦 好疼 我们找到了春晚的宣传片男主角本人 采访这 你们要不一块吧怎么样 没有没有 我我也要 我还有采访任务 我觉得你吃的挺开心的 一块吧 一块吧 你就问问他 你去问问他一些问题 请问一下 你真的会做烤鱼吗 哈哈哈哈 毫无经营 请问一下 那个烤鱼到底是从哪里掏出来的呢 从 跨下 哈哈哈哈 现在能给我们表演一个吗 跨下掏鱼 哈哈 没有材料 不要求烤鱼掏个皮特吗 这个 你问 你当时为什么一直 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在吃呢 我意见好大呀 喀喀喀吃饭吃饭 这一桌都要吃完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HD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